运动员为了追求成就和名声 有时会用出惊人的绝招 从用鞋阻止对手投篮 到用敌方的手打字节 再到偷偷把球放弃 你准备好一起揭露他们了吗? 你好,我叫IU 今天我们为你带来了 比赛作弊被发现的运动员 你听过最夸张的作弊方式是什么呢? 在下方留言让大家知道吧 在迷尼苏达灰狼队 对阵沙加缅度国王队的第一节比赛中 泰吉普森接到球后转身运球 越过内玛尼亚毕业立场上篮得分 但这并不是重点 重点是他那只脱落的球鞋 作为一个专业的篮球运动员 他肯定不会为了穿鞋而放弃比赛 所以当国王队重新取得控球权时 吉普森急忙捡起鞋子 迅速沿着球场冲刺以进行防守 但这还不是全部 当他看到国王队准备投篮时 他决定做出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决定 他试图用自己的鞋子来阻止对方投篮 爱又能理解他想走空的心 但这是不是有点离谱呢 打我一巴掌 在一些危机的时候 我们可能需要采取一些非常手段 但智利对后卫Ryan Carrasco 为了比赛而做出的行为 实在是太过火了 在智利对阵厄瓜多的 南美Under20世界杯预选赛中 智利正在以0比1的成绩落后 并且当时的他们是处于防守状态 前景就像在黑暗中找针一样的困难 在这个绝望的时刻 我们的主角Brian Carrasco 突然发力想要打破这场竞举 但却遭到了对手的阻拦 也就在这个时候 Carrasco有了一个疯狂的想法 他决定以一种相当创新的方式 来获取一个自由球的机会 他抓住防守的Excel Montano的手 然后挥向自己的脸 没错 这个人狠起来连自己都打 没有人看出破绽 连裁判都被他的演技所迷惑 就这样 他为自己的队伍 赢得了一个宝贵的自由球机会 不得不说 他真的太努力了 战术装死 在巴塞罗那体育俱乐部 与国民竞技队的南美自由杯比赛中 巴塞罗那的猛将 Maximo Banguera 做了件有点搞笑的事 当时 他像在玩美式足球一样 弄倒了一个对手 他宣知自己刚才的行为犯规了 所以 他也优雅地倒下 并闭上眼睛 希望这样 可以让人们忘记 他刚刚的犯规行为 而在他被扶到一边之后 他就醒了过来 不过让他失望的是 他睁开眼的第一件事 就是收到一张红牌 哎呀 白眼了 是瓶子的问题 在2020年 东京奥运会男子马拉松比赛中 法国的莫尔哈德 阿姆杜尼 用他的特殊技巧 在比赛中引起了一阵风波 马拉松比赛通常的会设置补水站 这是为了确保 参赛者在比赛中 可以补充到足够的水分 然而 我们的法国朋友 莫尔哈德 对于这些水平 却有着自己的独特看法 他在抵达补水站时 将桌子上的一整排水 都打翻了 而最可恨的是 他拿走了那一排的 最后一瓶水 这种行为 自然引起了众怒 下后 他在社群媒体 为自己辩解 他表示 自己不是故意的 是那些水平太滑了 他拿不起来 而且他只是轻轻一碰 它们就全部滑落了 啊 对对对 那最后一瓶水 刚好不滑了是吗 哎呦 信了你的鞋 杀人行为 在2018年的 San Marino Grand Prix中 Moto2级别的赛车手 Romano Finati 做出了让人难以理解的 愚蠢行为 他在比赛时 伸手抓住了对手 Stefano Manzi 的前刹车手把 这是多么危险的行为 当时他们的行驶速度 大约是 每小时209公里 在这个速度下 去抓别人的刹车手把 这真的不是在杀人吗 在被Romano干扰后 Manzi努力保持了平衡 但是没多久 他就摔倒了 对此 现场直接对Romano 出示了黑鞋 他被取消资格 并受到了竞赛两场的惩罚 之后他的合同 也被终止了 海金不是第一次 做出这种行为了 以前他就试过 在赛车时 替和打击 其他赛车手 并且在热身赛中 他伸手过去按下了 Nikos Ayo 摩托车的熄火开关 从而导致 Ayo的摩托车 无法启动 自以为看不见 在2014年 纽约洋鸡队和波士顿 红瓦队的比赛中 洋鸡队的先发投手 迈克·皮内达 发明了一种 全新的投球技术 Ayo暂且称之为 松教油滑球 好啦 其实他只是用 松教油来作弊 那是一种可以让选手 抓紧球的违禁物质 当时 皮内达的脖子上 有一片发光的区域 任何一个没有近视的人 都能看出这家伙有问题 于是红瓦队的教练 要求裁判检查皮内达 甚至在教练与裁判对谈时 观众席上 也有个球迷 一直在指着脖子 是以皮内达作弊了 裁判随后检查了 皮内达全身上下 最终在他右边的脖子上 摸到了松教油 于是 他直接被当场竞赛 而且根据大联盟的规则 投手不能使用异物 来帮助投球 一旦被抓包 犯规者将被强制竞赛 十场 完全不公平的比赛 回到2000年 在悉尼残奥会上 西班牙智力障碍篮球队 在总决赛时 击败俄罗斯队 获得了金牌 然而在比赛结束后 球队中的一名成员 Carlos Rebagoda 向媒体坦白了一件 人神共愤的事情 当时残奥会规定 就智商不高于70的人 才能获得参赛资格 然而西班牙队里的 12名球员中 有10名的智商是高于70的 他们甚至在医疗证书上造假 来假装他们有智力障碍 最最令人震惊的是 这个计划的幕后主使者 是西班牙智力障碍运动协会的会长 Fernando Martin Vincente 他最后因欺诈和谎言罪 被罚款5869美元 同时也必须偿还 西班牙政府支付给残奥会运动员 将近16万美元的补贴 盲头 NBA灌篮大赛 是一项NBA全明星中 带有娱乐性质的比赛 参赛者可以尝试做出各种 最具观赏性和难度的灌篮动作 在2001年的灌篮大赛中 只要贝伦戴维斯在最后一次灌篮中 得到46或以上的宣数 他就能成为本次比赛的冠军 在采访时 他表示他要拿出自己的秘密武器 及一个叫 The Blind Man's Bluff的动作 接着他带上一块蒙眼布 想要以盖着眼睛的方式灌篮 不过实际上 他的蒙眼布上有一个小洞 这真的能算盲头吗 不过由于这个比赛是娱乐性质的 所以他这个行为是合规的 更何况他灌篮失败了 分数也只有32分 事后他表示 那个洞其实看不见 所以他没有作弊 但胜似作弊 钓鱼也要作弊 2022年 Jacob Ryan和Chase Kominsky 参加了Leg Every Wallet Trail比赛 这个比赛是看哪只队伍 能够从伊利湖中 捕获五条最重的玻璃缩卢 获胜者将获得 28,760美元的奖金 很显然 Jacob和Chase 以15.37公斤的重量 获得了冠军 在宣布成绩之后 赛事总监注意到 这些鱼有些不对劲 于是他将鱼切开了 结果鱼的体内有10个重物 其中8个重340克 两个重227克 除此之外 还有几块鱼片 真的很让人傻眼 现场的气氛瞬间爆炸 观众的怒吼和咒骂声 充满了整个现场 而且由于这两人之前 也赢过几场比赛 所以这让人不得不怀疑 他们在所有比赛都作弊了 最终 他们被取消资格 不于许可证 也被吊销三年 此外 他们还被判处 十天监禁 最大的丑闻 牛欧梁圣土队 真的很离谱 他们居然在其他球员身上 搞起了 真人版赏金猎人的勇戏 在2009年的 NFC冠军赛中 圣土队 击败了 迷尼苏达 维京人队 而这场比赛 也引起了很大的纠纷 迷尽人队的球员 在这场比赛中 严重受伤 于是他们正式向联盟投诉 指控圣土队 是在故意伤害他们 此外 他们还怀疑 有人对他们的球员 下达了赏金 即伤害到某位球员 就能得到一定数额的金钱 所以在休赛期间 联盟展开了 对圣土队的调查 直到2012年 联盟宣布 他拥有证据表明 防守协调员 Greg Williams 在2009年 抵达圣土队不久 就创建了 悬赏计划 并且有22至27名 圣土队的球员 参与了此事 总教练孝恩佩顿 也试图掩盖这个计划 这也太离谱了吧 所以你们是为了赚钱 再故意伤害同行吗 2012年4月5日 纪录片制片人 Trump Panphilon 释出了Williams 在2012年 对战旧金山 49人队的比赛前 与其防守队的对话录音 在这段 充满粗言慧语的演说中 Williams像是在 给他的球员 上暴力教育课 教他们如何伤害 49人队的球员 这种人 现在竟然还能找到工作 哎呦只能说 美式足球圈的各位 都有责任 在2000年代初 老虎伍兹 过着他梦想中的生活 他赚取了很多美元 并成为了一位高尔夫巨星 除此之外 有他的妻子爱玲 和两个孩子的陪伴 伍兹建立起了一个 居家好男人的良好生育 但在内心深处 伍兹有一个黑暗的秘密 在2009年 当国家询问报 爆出伍兹 背叛他妻子的新闻时 这个秘密被公之于众 当时候 他本人否认了这些传闻 但在接下来的几周 伍兹的故事 变得更加混乱 原来 他不止一次背叛妻子 他竟然与超过120名女性 有过不伦行为 而且他们都有证据 证明这一点 伍兹被揭露的这场 婚外情丑闻 让他名誉扫地 这场丑闻 不仅结束了他的婚姻 也迫使他 暂时推出高尔夫球界 2010年1月16日 伍兹被爆出 在密西西比州 一家诊所治疗信仪 嗯 确实该治治了 用尽办法 回到1998年 丹佛野马队 正在季后赛中 对战坎萨斯城 球长队 在第一节快结束的时候 裁判收到了来自 球长队的一个 有趣的投诉 他们指控野马队 在他们的球衣上 涂抹油脂 让自己变得 很难被请报 裁判去检查 他们的球衣 然后开始拿出毛巾 疯狂擦拭他们的衣服 整个场面非常壮观 比赛结束后 裁判员表示 野马队通过在 他们的球衣上 涂抹樊志玲来作弊 大家可能以为 被抓到后 他们至少会道歉 但相反 这些人竟然对 自己作弊的行为 感到自豪 野马队的少风 Mark Shlareff 甚至发表了一些 荒谬的言论 他认为 作弊的界限是模糊的 而他们在更衣室里 所做的 只能被称为 有创意 也许 他们应该去参加 什么魔术表演 或者喜剧表演 这样他们的才华 才不会被埋没 在2015年 NFL冠军赛 新英格兰爱国者队 正在对阵 印第安纳波利斯小马队 在第二节出 汤姆布雷迪 投出了一个被 Diquel Jackson 拦截的传球 Jackson想要把这个球 带回去当纪念品 于是把球 交给了自己队的 器材管理员 结果他发现 这颗球 有些不对劲 中场休息时 裁判发现 爱国者队的 12个比赛用球中 有11个球的压力 低于规定标准 这违反了 国家美式足球联盟的规则 这起丑闻 在媒体和公众中 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很多人认为 这是有意为之的 作弊行为 对此 布雷迪和爱国者队经理 被指控涉及此事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 联盟最终判决 布雷迪将在 2015年的四场比赛中 被禁赛 并对爱国者队 处以了重罚 其中包括罚款 100万美元 和剥夺未来 两轮选秀的选秀权 然而 很多人不满意 这个裁决 尤其是对布雷迪的处罚 因为许多人认为 联盟没有足够的证据 证明布雷迪 直到足球被放弃 接着 布雷迪对联盟的裁决 提出上诉 他最终获得了诉讼的胜利 避免了在2015年 被禁赛的处罚 然而 这场争议 一直延续到2016年 最后布雷迪 还是决定放弃他的上诉 接受在2016年 赛季的前四场比赛中 被禁赛的处罚 至今 The Fake Game 仍然是美国运动史上 最有争议的事件之一 你听过 最夸张的作弊方式 是什么呢? 在下方留言 让大家知道吧! 希望你会喜欢 这一集的影片 别忘了在影片下方 按个喜欢 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和接收通知哦!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也请分享出去吧! 感谢你的收看! 这里还有一些影片 我们认为你会喜欢 我们一起到下一个影片 脑洞大开吧! 拜拜!